老闆能请我吃两串吗 我不是老板 我老板就很偏 这个烧烤呢 你请我吃几串 作为回报 我给你设计一套客流爆满的 烧烤店营销模式 你哪吵啊 凭什么要请你吃两串 你二人好不好 我叫卧龙 认识我吗 还卧龙啊 对 我还谈同心 我跟你讲 这个模式 你学会了以后 烧烤 烤不停 顾客排不赢 你每天笑到不行 行不行 我说不管用 今天晚上12345 我买5桌的单子 一桌我要200买 可以吗 1000块 五桌 你说的 如果管用的话 你就请我吃个茄子 秋刀鱼 还有两串掌中宝 首先第一招 给你设计两句 吸睛的广告词 第一句 现穿现烤 此刻正好 人间烟火 千杯倒 第二句 七荤八素 美味 直驾 老板带你 烤天下 这个时候人还没来 我们一定要打出有效的营销活动 全程范围之内 只要你是在美发店 健身房 美容院 办过卡的顾客 到你这里来 他们之前办了多少 你就送多少钱的烧烤卡 这个有人猛 送多少 有点亏对不对 挺起来 第一个 所有能够成为别的店的会员的 是不是都是精准客户 有消费力的 对吧 第二个 有钱 90%的天都是用会员卡锁客 而且消费不完还不给退 那对于你来讲 是不是提升了你的口碑呢 举个例子 他在健身房冲了999 到你这里来 你也给他送999的烧烤卡 听起来亏的 但999送的是消费额度 每次过来只能抵扣10% 99块 抵9块9 明白了没有 当他想用完这969 他得消费多少钱 9999 10倍 明白了没有 真的能10倍 这个数学是不是语文老师教的 好像有点道理 还不够 这个招只是最简单的一招 第二招更厉害 抛砖引玉 对 现在的话 我问你啊 想不想要顾客 三五成群的都过来 怎么玩呢 刚才是不是加了好友呀 马上拉社群 社群运营模式交给你了 每天晚上在群里面发红包 只要抢到红包 金额最大的前三个人 分别送88瓶啤酒 66瓶 还有55瓶 天天发红包 对 我问你 啤酒不是一次性领完的 每次过来只能领三瓶 那第一名想领完88瓶 是不是得来多少次 20多次 明白了吗 20多次 那谁会一个人过来喝啤酒呢 沙发点不点 油炸油腻 小菜点不点 烤鱼点不点 酒够不够喝三瓶 不够喝四八 马上接一个游戏活动 单手抓啤酒 不够我喝三瓶 正常人抓啤酒 一只手能抓几瓶啊 我四五支这样吧 什么四五支 放屁你 顶多三瓶 对 对 消费满188 抓一次 288抓两次 388抓三次 最后一招送给你 更厉害 想不想让你的顾客飞起来一样裂变 想不想 短视频裂变模式 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模式 所有的比赛 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让顾客也帮你拍 顾客发到网上去之后呢 有多少曝光 有多少点赞 就给你换多少现金 行不行 比如说100个赞 就可以换100块 100个赞 差不多3到5万的曝光哦 你差不多是用了100块钱 换了3到5万的曝光 你可以吗 所以说 引流有了 复购有了 企业流有了 裂变也有了 嗯 钱有了吗 生意做不好 是老板思维的问题 产品卖不出去 是老板脑子的问题 你现在不请我吃两串 真的是你心眼的问题 阿龙 阿波 来来来 吃个 还配卡 我熟了 现在 不是 那这两串给阿龙